影響本身在台北市議會 是進化成調查小組 你那時候在節目有講說 包括彭富去在那裡頭去調查 約談的過程當中 講的一些相關內容 現在你看到高院 高院直接發揮 撤銷原儲分然後發揮根裁 這裡面所講的內容跟你自己 在發揮前你自己覺得發揮機會高嗎 我覺得發揮機會蠻高的 說實在因為本身家庭他的邏輯 就有點問題 我舉個例子 這個映曉薇有沒有參與都委會 他也沒有參與都委會啊 過去市長本來就沒有參與都委會 因為都委會的主席是主管公務工程的副市長 所以彭震生是這個都委會的主席嗎 那你說柯文哲沒有參與 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不代表柯文哲不知情不知道 我先講一下 柯文哲今天的回應真的好有趣 因為他說如果有幾千萬的金流 就好命啊 柯文哲不是自己說了 說他有上億元嗎 都沒有問題嗎 說醫生辛苦一輩子 有上億元的財產 也不為過嘛 柯文哲確實命很好 但我覺得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 今天啊 我覺得演變到至今 其實就有一個關鍵 這關鍵就是叫知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個關鍵 因為大家知道 第一個當然可能性是貪污罪 但貪污罪有他的困難性 為什麼 因為貪污罪你要抓到金流本身 那目前現在看來警方 警方是抓不到金流 不是說不存在 只是說抓不到 當然很多可能性 可能性是柯文哲沒收 但有可能性是說你早收了三年前的案子 你洗去哪裡 也不知道 是不是去投資房地產 不知道 所以目前金流是沒有辦法掌握 不當的金流 所以貪污罪是很難 目前為止很難 但是圖利罪嚴格來說是比較簡單 為什麼 圖利有兩個構成要件 第一個構成要件 就是要是圖利這個所謂的私人 圖利財團圖利等等 那這個是在違法之下去做圖利的狀況 那第二個要件 就是你必須是執法犯法 就是說如果我是不小心圖利你 或我以為是合法 合心合理 我圖利給你 那是一回事 但如果我明明知道這是違法 我卻質疑還是要圖利給你的話 那才是構成犯法的要件 我說這沒錯吧 所以因此第一點已經成立了 為什麼 因為金華城確實有獲得到兩成的不法容積加成 這是確定的 至今柯文哲在內 我相信辯護不出一個說指說 這是合法 因為沒有法人啊 至今找不到法人啊 他是累都更啊 他不是都更啊 所以你沒有法人 好確實有圖利的狀況發生 那剩下的構成就是柯文哲知不知道 好 那講到柯文哲知不知道 其實說實在這個證據 也不是非常困難 我跟大家舉例一下 我叫633啊 633是什麼呢 第一個 六份關鍵型的公文 都是由柯文哲清籤 或者是蓋帳 或者甚至於壓日期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幾個公文在內 從交辦的公文到公展的公文 公展就是確認 當時都委會的一些建議 導致後來這個容積率提到八百四十Percent的部分 這都是柯文哲 不是親自蓋帳就是簽名 所以六份關鍵型的公文 都是由柯文哲自己簽 第二個部分 三呢 三就是說另外還有三場應小微的座談會 應小微的座談會 你知道我後來去翻閱紀錄很有趣喔 第二跟第一 第一場是應小微自己去找柯文哲的 第二跟第三場他帶了吳順明去 那吳順明是金華城直接派駐在應小微辦公室的所謂顧問 領的薪水是這個維京集團給他的薪水 處理的事情就是金華城安 過去也是臺北市都發局的副總工程師 直接派出到應小微辦公室 他有出席二跟三場 第二場他還是掛助理喔 第三場直接掛顧問 所以我就說應小微在白紙黑字的座談會紀錄上 就已經提到他提到金華城安 吳順明也在場 你柯文哲現在還說我不知道嗎 這不太可能嘛 對不對這是違背常理判斷 第三個你看無論是苗博雅的質詢 到應小微自己也有質詢 當然是跟苗博雅不同方向 苗博雅是說你要小心你要謹慎對不對 但是應小微是說你要快點去推啊 所以他也有質詢啊 那一直到去年雖然柯文哲卸任 但是這個許淑華 這個還有這個其他議員也有質詢啊 也有質詢啊 所以你柯文哲說我今年才做這件事情 這是很違背常理嘛 那最後其實最近 今天最新的這個證據 就是包括到林周敏在內 我跟你說林周敏的角色非常關鍵 大家不要誤會 大家不要認為說林周敏好像突然湊進來 林周敏可能就是柯文哲最終 是不是要入獄的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需要有人證實 我有跟柯文哲講這個問題 我只要有人可以證實 我有跟柯文哲報告 說這個是有法律的嫌疑 法律的疑慮 再來我跟他報告說 這本身的真意性 帶來跟他說 這個沒有釋法 只要有人可以去講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柯文哲這個部分 我剛剛提到的構成的要項 他就成立了 所以林周敏很關鍵 但剛剛提到另外一份公文 就是這一份公文 這一份公文是這個都發局 在二零二零年三月簽給柯文哲的 那我跟你說內容很複雜 但內容原則上是說 當時金華城案是希望 他們是跟市府有一些訴訟 那金華城是希望可以和解 那和解的方式 他提到說 那不如我就接受容積率是六百七十八 最後是八百四 他說當時要接受六百七十八就好 然後當時他整個公文是說 我建議是不要 讓這個訴訟打完 而且如果你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接受金華城六百七十八的和解的話 你不當會難以說服社會大眾 這邊還直接講喔 甚至於你會導致外界 這個增值本案圖利金華城爭議 所以圖利這次已經出現了 他我跟你說 這個內容其實也沒有那麼重要 為什麼 他是建議說要否決這個這個容積加成 但重點是柯文哲知道 那柯文哲還親筆話應 然後他說什麼 他說速審速決 所以如果說重點是在柯文哲知不知道 那這份公文也是一個證據說 柯文哲其實知道 他知道這精華城安的容積有問題 他知道有法律訴訟的過程 他知道如果在沒有法院提升容積率的狀況下 確實會造成難以說服社會大眾 跟這個圖利的問題所在 所以我認為柯文 那個一下這份拿起來一下 這份在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 就提過這一份 這份的文章裡頭 因為他同時出現兩個 這份叫速審速決的同一天 這是邵運夫 邵運夫在節目曾經講過的 在同一天 那應小為他們那個便當會還在討論說 那要怎麼樣能夠把容積啊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處理 這是一個 可是你跟這份公文的時間顯然 顯然是兩個很矛盾的事 而這份公文 我從上一次到昨天跟觀眾朋友講的 都是這份公文 這份公文你想想看 都發局主簽告訴你說不要和解 和解的話 人家會懷疑我們要圖利別人 旁邊還有一則 是法務局 法務局對這個意見 法務局當然同意 就打啊 你只要跟公務員交過手 你都知道公務員巴不得你告我 我輸了 我就照法院判決給你 不是我給的 是法院給的 公務員心態你可以理解 因為大家都不想 因為我一個月多少薪水 然後我可能要去面臨牢獄之災 公務局 都發局主簽 法務局在旁邊 直接簽了沒有意見 這一塊 如果你是像柯文哲講的 我從來不公文任何案子 我從來不公文任何東西 你是一個市長 像這樣的公文 陳情案多如牛毛 你上來以後 你會寫什麼 如泥 要不你就蓋個章 你就蓋個章 要不然你就寫如泥 如果你要再謹慎一點的人 你就寫依法處理 都可以 但你寫訴審訴訣 你對這個案子不關心 你叫他訴審訴訣幹嘛 他幹嘛要訴審訴訣 而且五個我要講概念 其實大家不要認為說 訴審訴訣就是沒意見 事實上他是有意見 他是否決了 這個泥辦辦法 為什麼呢 他最後你可以看他本來是寫當否 對不對請和事 他把話掉 他意思我不和事 我不同意你的建議 就是說你的建議是說 我不要跟金華晨和解 但我沒有同意 所以我要講一個概念是這樣 這個案子 當時這個千層 當時是樓地板面積十二萬 十二萬平方公尺 十二萬平方公尺 我剛剛提到是六百七十八趴 當時針對六百七十八趴 十二萬樓地板面積 就有工人員認為說 這個有疑慮 而且這個有圖利的問題 但你柯文哲才過八個月 簡簡單單 快快速速過了八個月之後 你同意最終的版本是什麼 是樓地板面積十三萬八千平方公尺 八百四十趴 然後你認為沒有圖利問題 這邏輯都不出來 而且這一段公文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是 剛才宜翔特別提到 宜翔這份訴訟那個時候 是金華晨告他希望是多少趴 那時候本來 六百七十八 結果大家講說 好算了都不要這樣 我們和解就六百七十八 結果沒有和解 打到底以後這個案子 市政府贏 對 變八百四 贏完以後給了八百四 不是 你告訴我這是什麼道理 這是什麼道理 前面打仗的人會覺得說 我是岳飛啊 我在前面打了半天 結果後來你們我贏了 然後你只要求六百多 我還打贏了 不給你那麼多 結果後來你給了八百四 五哥 但我最後還是要提一件事情 除了我們看到這份文件之外 但是我覺得 北檢還是要講一下 北檢對這個案子 要特別謹慎小心 因為我覺得現在民眾黨的思維 就是要把這個 視為一個政治鬥爭的工具 他就是說你看 我不管說郵俗會 國民黨的議員 是調查小組的主席 我不管鍾小平是按理告我 我就是要怪你民進黨 我就是覺得說 賴清德在看著我 那這關賴清德什麼事 不管了 但重點就是說 北檢還是要小心 因為現在民眾黨已經攤牌了 我就是要把你定位為政治鬥爭 甚至於是綠營 用國家機器打壓我 他已經清楚了 他已經說我這是我接下來的戰略 那你北檢接下來所有的所作所為 都非常小心 因為你要避免塑造那種感覺 你要避免給民眾黨有任何藉口 說這是政治的鬥爭 政治的追殺 所以北檢接下來的任務 非常非常複雜 我真的是希望他們可以秉手 這個非常公平的原則 來進行相關的調查程序